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 谁不是好少年 谁会没有渴望要把愿望实现 可是 人世间每一个春天 总是要经过冬天的考验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冬阳 路总有路障 只有心灵上月光 总有一天看到奇迹的光芒 理想不用辉煌 坚持不些太漂亮 爱再多 依然走过都只昂扬 在黑暗里照月光 不记忆 不绝望 不放弃就会等到奇迹崩溃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冬阳 路总有路障 只有心灵上月光 总有一天看到奇迹的亮光 村上稍微 你不是说很快就能得到 永业银行的吗 我的那份呢 你不能那么心急 现在时局动荡 就算我拿到全部股份 也不可能一下 全部都卖得出去了 我不要什么股份 我也不要钱 你不是说银行还有五百两的 黄金储备吗 没有问题 但是你也得让我一步一步来吗 两天之内我要见到他们 这么急 实话告诉你 大日本帝国就快要撑不住了 我拿到黄金马上要走 你答应我的事情 如果办不到 你们一家三口 就要做好恒事街头的准备 爸 吃个橙子吧 橘子 橙子 橙子 橘子 橘子 橙子 橘子 娇姨 很好 既然人都到齐了 来 妈 我现在正在考虑 是不是要把一个天大的秘密 告诉你 这个秘密 这个 好的 很明显你们都把当成是外人 那么我也不用把你们当成是亲人 今天就当我成一祥和你们谈一桩生意 我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你们 你们就把银行里那五百两黄金给我 相信我 相信我 这个秘密绝对值那些黄金的 义飞 咱们回屋去 我要吃葡萄 这 这 这都什么时候吃的事还吃什么葡萄 好 我先跟你们透露异一点点 这个秘密 跟爸的死有关 没错 程亿飞他虽然不是凶手 但是你们都看到 爸爸他骨头都变黑了 就连日本鬼子法医都看得出来 他是被屁霜堵死 谁是凶手 谁是杀人凶手 你们想过吗 太阳 你想过吗 夕雨 你想过吗 威风 你想过吗 看你们脸就知道 你们压根儿没想过 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哪 今天就算是一个陌生人被人谋杀 大家好歹也关心一下 凶手到底是谁 今天他是你们亲爷爷 我不要求你们跟我一样 这么孝顺 这么坚持 花这么多时间 跟精力去追查这件事情 但是好歹你们尽一下 后代子孙的责任 关心关心行不行 二叔 你说完了吗 义飞 回我了啊 你们 走吧 等一下 不该先说 我也再说一点点 给你们知道好了 你知道杀死爸的凶手 是谁吗 是一个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人 我手里握有人证 物证 只要你们把黄金给我 我立刻把真相告诉你们 请你走开 我爸去休息了 程亦飞 你忘记了吗 爸生前对你多好 他什么都愿意给你 把你看得比他自己还重要 难道现在对你而言 这五百两黄金比 他的死因还重要吗 唐蓝去哪里了 兰姨出去谈生意了 晚点才回来 唐蓝跟我讲故事啊 他说那个唐蓝已经知道了 陈老板喜欢他了 麻烦你让开 我们要去休息了 我去找唐蓝 这 唐蓝 唐 你 每周两次啊 大臣吃药 我来 陈大哥 情况怎么样 他现在记性越来越差 可能再过些日子 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大哥 是我呀 你是谁 我是传一呀 我是你的好兄弟刘传一呀 你不记得了 依妃 别害怕 传一我跟你提过的 你忘了 我还说 我们三个 跟月亮 是最好的排档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大哥 你救过我们夫妻俩的命 你不记得了 大哥 救什么命啊 那一次 我被日本鬼子抓去枪毙 你上来之后 二话不说 就冲上来打我一嘴巴 你还骂我 你还骂我 你记得吗 你混成东西 我跟阿兰睡在一起的时候 阿兰心里想的缺失你 这话是你想的 还是阿兰亲口跟你说的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 我就立刻骂你 说你是个老东西 阿兰是为了可怜你 你都几十岁的人了 还在跟阿兰亲热 阿兰 你去死吧 想起来的配偶 铁大虎 去死吧 对 大哥 是 你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就已经 蹦蹦打了架 对 打架 对 对 后来医生说 没打到心脏 没生命危险 对 没 你活了 是 大哥 你一枪打在我这 对 霓妃 你当时太厉害了 那枪啊打得太准了 大哥 你这一枪啊 要是偏一丁点 你兄弟我这辈子 恐怕就见不到你了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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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有印象了 有 有有有有有 有印象了 我这儿 他 他 昌岚 我有点累了 我先睡一会儿 你待会儿讲故事给我听 好 那我扶你去休息吧 来 大哥 好 我 我过这儿 前面那条路是什么 那条啊 是终身路 来 听 这个是什么 这叫油桶 寄信用的 你还记得吗 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的 这个 这叫电话亭 你这是在记什么 我写下来 划下来的 要不然一会儿我忘记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 那边有你最爱吃的萝卜丝饼 我给你去买一个 你在这儿等我啊 嗯 麻烦你 要饮了 来 高点哩 高点啊 来 有高点 有香有才的高点哩 来 有高点 你们一家三口还真想横尸街头 还是想一起去前线踩地雷呀 来 来 少尉 如果你真想那些黄金 我是有办法 就看你敢不敢 程月亮 你们认识他的 他还整天傻乎乎呢 只要你们派人 把他抓到疯人院 让他跟一群疯子在一起 我就不相信 他们不把黄金交出来 没办法 他们既然对我不认 就别怪我 对他们不义 月亮 张大哥 月亮 你来了 我又不见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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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就来过来了 你好 好 月亮来了 好受罪欠 这是给蒸的药 月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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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还好吗 好 这是专门给您买的 谢谢 一定要注意身体 谢谢您慢走 月亮 这个地方出五分的 你们能看吗 月亮一有空 就会叫我来这儿走走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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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月亮 你好 你好 他们全都认识你们呀 当然了 我一定按时期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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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跟你讲过的 好几年前 月亮不是救了很多难民 去他们家住了一宿吗 他们想你啊 月亮 他们有的已经不住这儿了 但有的还住这儿 好 再见 再见 如大妈 月亮来了 月亮 腰怎么样了 老了 天不好的时候还是疼啊 一定要注意 我专门给你带了中药过来 月亮 每天分三次把它熬了喝了 太谢谢了 你真好啊 要注意一点 桂花香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月亮也漂亮了 什么时候跟月亮结婚呀 啊 还不知道呢 大伙都等着喝喜酒呢 来来来 我告诉你们啊 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他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你怎么知道啊 这拱博里天天说 日本鬼子打胜仗呢 是啊 我昨天看报纸 还写着盟军大溃败了呢 那那那都是假的 我前几天在马路上 看见日本鬼子吃的那个罐头 都是发霉发臭的 他们都不肯扔啊 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 所以我断定 日本快撑不住了 月亮公公 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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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好说啊 他就是那个在月亮家出生的孩子 都四岁了 都这么大了 听话 你轻轻哥哥啊 还能说还行 就是太贪玩了 对啊 我就是喜欢陷阱走路 决我走路啊 好笑啊 你这个人好想要看着他 太好笑了 他太贪了 刚刚那里的味道我到现在还觉得难受呢 你那么爱干净 真的一点都不觉得臭吗 我没觉得臭啊 那你其他的毛病是不是也都好了 你现在还怕鸡吗 我没有那么怕了 我都佩服我自己 是吗月亮 要不我们试试去啊 前面可就有个鸡窝啊 你开玩笑了吧 不开玩笑 走啊 走啊走啊 谁要去啊 我才不去呢 别碰碰 我快把他逃了 你就是程月亮 我就是 抓起来 干吗 干什么 快看 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 快生个孤子 你不要好到孤子 不许月 你干什么 快不及 快去 我不许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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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 救命啊 出事了 不好了 怎么了 月亮被人当成孤子抓走了 月亮被抓了啊 在这儿快去救他呀 快去 走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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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船 快要把月亮放在 把月亮放在 快要把月亮放在 快了 Fortune 你车给陷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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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 放 放 放 这么晚了 都还没吃饭吗 是在等月亮是吧 不用等了 我听说呢 他出事了 一年半载都不会回来的 好困啊 我先去睡了 翊翔 你说什么 月亮出什么事了 我问你话呢 二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哑巴了吗 昨天我也问你们很多话 你们没有一个人答应过我一句 难道你们个个也都是哑巴吗 翊翔 月亮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 他 我真的困了 我先去睡了 你们慢慢吃 三哥 二哥说过四五点钟会回来的 要不你打个电话去银行问问 他在不在那儿 好 不用打了 月亮呢已经去了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是有很多人陪着他的 一行 你可告诉我 月亮在什么地方 你说不说 信不信我打死你 三哥 三哥 你别冲动啊 别冲动 打 别冲动 打 这边打完这边再送给你打好不好 三哥 打死我 你们就永远一辈子都不知道是谁杀了爷爷 你们就永远一辈子也不知道月亮在哪里 你 你 你先松手 二兄 我求求你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很担心二哥 怎么 现在懂得求我了 是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聪明一点 好生好切求我这个二叔 尊重尊重我这个长辈 或许我考虑 给你们一些提示 二叔 我求求你告诉我们二哥去哪儿了 行吗 你行啊 大嫂爷求你求你了行吗 你快告诉我月亮到底在哪儿啊 好好好 大嫂 好吧 剑云你们这么听话 我就给你们一个提示 第一 月亮并没有被抓去集中营 她也不像星星一样 被日本人抓去踩地雷 第二 月亮她目前暂时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的 不过她去了那个地方 那地方有很多人 而且她是一个 很可怕的地方 第三 程逸祥 月亮 月亮 哥 月亮 哥哥你去哪儿了 你没事吧 妈 你去哪儿了 没事 没事 我们都担心死你了 程太太 月亮刚才差点被人抓去逢人院 她已经被抓上车了 还好有军难民帮忙 又是你搞的鬼 你有完没完呀 你想 我打死你 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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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蓝妈妈跟我们说过 遇到了问题以后呢 要让我们先把自己冷静下来 太冲动呢 只会让自己吃亏 你们怎么还让程逸祥这个疯狗住在这儿 要是换成我 早被她气疯了 你闭嘴 亏你还有脸来我们家 一个女孩的家 在大庭广众之下 左一个强暴又一个强暴 不换成别人要是你的话 早就一头钻进洞里 还好一死来 不值廉耻 你 你想 月亮 哥 我最讨厌别人 quyota人 我大事别人 我杀了你 我最找一个 人是从哪里 você se yar da 我咬死你 我咬死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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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只是彩恨 陈老闆 那 那个陈老闆中枪以后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陈老闆啊 就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就让唐岚来接管银行 还说 一直到等他三个儿子 有能力接管为止 他很聪明 很聪明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陈一祥回到家里以后 就篡改遗嘱 说大哥把银行 交给他来管理 还说大哥亲口跟他承认 父亲是自己毒死的 怎么会有这么 这么坏的人啊 后来 后来呢 后来啊 陈老闆的傻儿子月亮 想到个办法 就让唐岚和陈老闆假结婚 这样一来 唐岚就算自己人了 这一方面呢 可以帮他照顾家 另外一方面 可以名正言顺地 打理银行的生意 对我都是命令 对我 如果不受伤人了 陈老闆 有点什么 多么 真是 现在 你这么多事 要不告诉你 要不就算了 你这么多 那怕allow 那个 那那个陈老板 他那么爱唐岚 那他们结婚以后 他们 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俩啊 只是生死之交 所以房间里 放了两张床 好 知道了 村上稍微 我今天早上打了两个电话找你 都没有找到 你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 不 不是不是 您 您千万不要误会 我就是要通知你一声 你的儿子在我手上 我给你五个小时 如果我 我还见不到黄金的话 我就把他送到前线去 踩地雷 你 你怎么能这样 我已经尽全力在帮你了 现在时局这么乱 市场波动这么大 我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人买我的股吗 你们银行明明就有 五百两的黄金储备 你 好 我现在马上想办法 让他们把黄金交出来 但是我求求你 能不能先把我儿子放了 我求求你打电话 先把我儿子放出来 你知道 因为我儿子胆小 我怕他会被吓死的 你 你这一刀只是一个警告 五个小时之后 我要是看不到黄金的话 我带你的儿子会死 这一刀不会撤在这里 而是你的心脏上 我去 我马上去 一翔 你回来了 小文到现在还没回家呢 你说他是不是又去赌了 不会 这次小文真的没去赌钱 他被村上那个网八蛋 给抓走 为什么呀 他说 如果在五个小时之内 抽不到五百两黄金 他就要把小文送到前些菜地里 那怎么办 这怎么办 怎么办啊 不行 别吵了 行不行 一翔 你 你脸色这么苍白 你怎么了 我被村上刺了一刀 我现在暂时没事 我已经找医生 把他包扎上了 那咱们儿子怎么办 小文怎么办 咱们儿子怎么办啊 拼命 爸 爸已经好了 去吃饭吧 爸 吃饭吧 乙飞 乙飞 爸 乙飞 吃饭了 吃饭了 你 乙飞 乙飞 你想干什么呀 你们现在终于肯打理我了 你们不是一直都把我看成空气一样吗 有什么话好好说 先把枪放下 对啊 乙飞也不想这样 日本人把香文抓走了 他们说如果不交出黄金 他们就拉香文去踩地雷 你们不就是想要黄金吗 没问题 太阳 赶紧打电话给银行 叫他们送黄金过来 好 你们看看自己 当初欣欣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时候 你们一个个哭天抢地 这个想办法去救 那个也想办法去救 现在是我的儿子 程相文被抓了 他也行程 也是程家子孙 但是你们的表情 丝毫不担心 个个都无动于衷 二叔 我已经跟银行的用工说了 他一会儿就把黄金送过来 好了 把枪放下吧 对啊 放下 没事了 你先放下 大家吃饭去吧 爸 走 走 走 没事了 他们竟然还有心情吃饭 程一飞 我叫你看着我 二叔 你别乱拿啊 陈一翔 你到底想怎么样 陈一飞 陈一翔 陈一翔 来 别乱来了你 你来 你过来 你快点过来 大哥 叫我 爸 爸 我 你坐着 大哥 你是我的亲哥 从小到大 我最依赖的人就是你 我最崇拜的人也是你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怎么对待我这个弟弟的 小时候我在学校打假 被人开除 你从来没有担心过我 我投爸爸的钱 被打得死去活来 你也从来没有安慰过我 我长大以后 你更是从来没有教过我 好好做一天生意 爸爸把所有遗产都分给你 一毛钱都不给我 你是我的大哥 你就没有想过要劝劝他吗 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 我的感受 陛下 我说你独自我父亲 你就 你 你连解释都懒得解释 你只是歪着嘴 冲着我淡淡地一笑 别说了 我们去医院 我还没说完 二叔 二叔 你流血了 二叔 哥哥 我从小到大没有过过一天风光的日子 我在虹口的时候穷困潦倒 一天三餐不济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来找过我 是的 你是不知道我有素艺和孝 但是你从小看着我长大 我是你的弟弟 我年纪这么大 我年纪这么大 没有成家 没有立业 你有没有替我着急 有没有替我关心过 你别说了 我们去医院去医院啊 大哥 一笑 今天这个家伙变成这样子 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跟我丝毫没有关系 我有做错事吗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 二叔 如果有的话 你说出来先 别说了 别说了 我一件一件地反驳你 你别说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最难过的是什么 你的记忆里一天一天摔退 而你第一个忘记的人 而你第一个忘记的人 是我 是你的亲弟弟 大哥 大哥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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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醒 你醒醒 你醒 你醒 你醒醒 你醒醒 你醒醒醒 人生 备车送医人了 二叔 二叔 你要撑住啊 你写了 人生 你再快点 把他流了很多血啊 你写住 好 你写 撑住啊 二叔 你写住 写住 这被这把鬼子开枪了 放心啊 知道了 二少爷 张力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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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黑暗当我脸 管它苦海无边 如果生命起点 是一条封颜展现 新有蔚蓝的天 恐惧就不会沉淀 让奇迹慢慢出现在明天 人生谁不是好少年 谁会没有渴望要把愿望实现 可是人世间每一个春天 总是要经过冬天的考验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同岛 路总有路障 只要心灵像月光 总有一天看到奇迹的亮光 听到枪声没有 这好像不是枪声 这是鞭炮声 唐岚说了没错 这的确不是枪声 是鞭炮声 胜利啊 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是啊 程大哥 你不是一直说等不到这天吗 怎么终于等到了 你是鞭大虎 鞭大虎 你不是 你不是死了吗 程太太 太阳 微风 细雨 怎么你们不认识我了 我是传医呀 刘传医 唐岚 真是 真的 阿兰 我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也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安危了 咱们终于熬出头了 是啊 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快 快 撑住 二叔 一翔 你坚持住 一翔 二叔 救命 救命 你要撑住啊 这边 这边 怎么没有人啊 救命啊 医生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我忙忙吧 救救他 医生 快 我二叔快不行了 快 放这儿 快 二叔 快 二叔 二叔 大夫 你快救救我二叔 他流了很多血啊 其他医生和护士全都出去庆祝了 那怎么办 那你救他 我救救你了 你救救他完了 我不会 我已经来的 快一点啊 我去帮你找人 快要回来 撑不住了 解释住啊 医生马上就来了 那你坚持住啊 医生 医生 你怎么办 有办法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给他捂住 给他捂住 指住血 别让血再流了 二叔 快坚持住 撑住 二叔 快坚持住 二叔 你坚持住 医生 二叔 二叔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 二叔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 二叔 叶祖 你 小心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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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李翔 你醒醒 你不能休想我 你不能走啊 李翔 你醒醒啊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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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休想我 你醒醒啊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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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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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